中文字幕——YK 其实是十分复杂的今天,印度更是喜欢跟中国比来比去。 在这番比较中,自然拟不了其国内关于两国军力,尤其是武器输强输弱的大讨论。 近日,印度斯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。 近日,该报发出提问,称为什么中国武器制造做得好。 其结论有两点,其意外,中国大力度,大规模的进行研发投入, 其占比已经超过了JDP的2%,而且还能在引进外国武器的基础上, 充分进行技术消化和吸收,还保持了很强的创新能力。 其二,中国的军民融合成果显著,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, 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,因此导致技术更新快速, 转换成了成果,可以同军队充分融合。 我们可以看看印度全国仅有的航空工业公司,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,其垄断地位已经导致企业不具竞争力, 且管理水平极端落后,所以,导致了其国产光辉战斗机, 至今没有大规模列装。 印度斯坦时报虽然是清醒的, 但具体中国制造的武器为什么那么好? 印度斯坦时报的分析,并没有入目三分。 放眼全局,中国国防工业迄今有近70年的发展史, 其中共包含了四个阶段, 第一阶段,便是共和国成第一史, 从国民政府手中接管了大量遗产, 并坐拥着数量可观的解放去兵工厂, 同时,苏联对我国进行大力援助, 我估国防工业出现规模。 第二阶段来,中国大规模三线建设, 于70年代完成,这时, 我估国防工业体系, 已经激奋处于完美水平。 第三阶段为,在改革开放以后, 为了给经济发展的帐路, 军费预算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紧, 导致了武器装备研制工作出现之后, 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。 第四阶段,1999年的南联盟战争, 使我国大使馆被炸毁, 致让中国人意识到高薪武器的极端重要性, 由此,中国开始了全面掀起军事装备研发热潮, 于20年时间里,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成绩。 在这风风雨雨的20年间, 中国人凭借艰苦奋斗, 自力更生的良好民族品质, 形成了更加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, 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制各种先进武器。 中国成为了全球即美国、俄罗斯后, 第三个拥有完备国防工业体系的国家。 在今天,中国国防工业的现状, 冲冲陷入着军民融合的身影。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, 这一军民融合最高精神文件, 于2016年正式颁发, 由此,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, 进入了更为快速、健康的新时期。 军民融合模式, 旨在破除曾经的国家爆发, 国有独揽的封闭体系, 但国防工业扎根在前景更加广阔的国民经济体制下, 是核心军事装备研制能力人有国有。 国防工业主体掌握, 对核心的, 便由国民经济体系协作。 上述的种种发展, 都围绕着四个字, 科技新军, 这是中国国防工业, 取得惊人成就的巨大内的动力。 这也是为何中国可以独立自主地完成航空母舰, 运载火箭, 第五代战斗机等高型前沿领域的研制工作。 目前, 国防科技工业2025规划, 正在有条不紊的准备着, 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国防工业基础, 努力将中国军队, 锻造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军队。 Lin Dark Lin Dark Lin Dark